剛抵達目的地 但乘客卻很火爆 後座兩名男子藝人嗆聲 藝人出腳用力踹椅背 聽到司機說要報警 更氣了 部職繼續咆哮 音量還越來越大 問長只好下車報警 但沒想到才剛打完110 對方馬上追過來 想錄影搜證 又被攻擊 事發在新北市盧州 被害人無奈又害怕 還原當時的狀況 兩名男子一上車就說 要從台北市錦州接到盧州 問長詢問想怎麼走 但兩人給了地址 卻睡著覺不醒 快抵達目的地時 忽然醒來 還要求立刻左轉 問長告知左轉違規 沒想到兩人暴怒 指控司機故意繞路 其中41歲的王姓男子 朝駕駛座椅被踹了好幾次 警方電位監視器 尋現抓到人 我從來沒有遇到這種客人 就是這種事情 但是就是要違法 然後說我假借我繞路 然後對我拳打腳踢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 我真的很不明白我們 為什麼檢察官沒有辦法起訴他們 刷椅子的王姓乘客犯下公然無辱罪罰2000 毀損罪判拘役20天 可一顆罰金2萬 接著錢是車資的100倍 騎士客人上車前 計程車司機都會詢問有沒有指定路線 如果沒有回答或是沒意見 會照導航走 但這回遇到客人為了行駛的路線 動手攻擊 受害問長說至今還是有陰影 就怕哪天又再到失控乘客 TVBS宣傳人工以新美食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